大家好 我是奶爸 鸡肝膏是什么问题 鸡肝是一种肌肉代谢的废物 正常情况下它会被肾脏过滤并从尿液中排出 血鸡肝是反映肾小球滤过功能的重要指标 如果血鸡肝高于正常范围 通常意味着肾功能受损 鸡肝膏的原因有很多 可能与以下因素有关 一 生理性因素 比如过多的运动 肌肉发达 饮食中的蛋白质摄入过多等 这些因素会增加鸡肝的生成量 导致血鸡肝的升高 这种情况下的鸡肝高是暂时性的 不需要特别担心 只要适当的调整生活方式 血鸡肝就会恢复正常 二 肾前性因素 比如失血 休克 脱水 心力衰竭等等 这些因素会导致血液灌注不足 肾脏缺血缺氧 严重影响肾小球的过滤功能 导致血鸡肝升高 这种情况下的鸡肝高是可逆性的 只要及时纠正血液灌注不足的原因 血鸡肝就会降低 三 肾性因素 比如各种原发性或激发性的肾病 药物或毒物对肾脏的损害等等 这些因素会导致肾小球 肾小管 肾间质等结构受损 影响肾脏的排泄功能 导致血鸡肝升高 这种情况下的鸡肝高是不可逆性的 需要及时诊断和治疗肾病的病因 防止进一步恶化 四 肾后性因素 比如尿路结石 输尿管狭窄 前列腺增生等等 这些因素会导致尿液排出受阻 造成尿路梗阻性肾病或尿反流性肾病 影响肾脏的排泄功能 导致血鸡肝升高 这种情况下的鸡肝高是可逆的 只要及时解除尿路梗阻或尿反流的原因 血鸡肝就会降低 如果您发现自己的血鸡肝偏高 请不要惊慌 并且配合医生做进一步的检查和治疗 根据不同的原因和程度 医生会给您制定合适的治疗方案 并指导您如何调整生活方式和饮食习惯 请您按时复查血鸡肝的水平 并密切关注自己的身体状况 好的 以上就今天的所有内容 我是南马 咱们下期再见